我在这里要特别拜托大家停办容易聚集拥挤的人潮 譬如抢头香 这个是很难去保持社交距离 在这里有几点要拜托我们全国的民众 以及我们各个宗教团体等等 大家一起来配合 那宗教集会的活动 有一些防疫措施 我想在这里要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共通性的措施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 但是我们必须要落实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拜托大家一定要落实实联制 一定要量体温 提供洗手的设备 或者是消毒的用品 更要加强环境卫生 还有我们员工内部人员的健康管理 然后对确诊事件的话 更要依据我们CDC的规定 及时来应变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拜托 我们员工跟内部的人员 健康管理至少要接种两剂的疫苗 所以如果没有接种两剂的疫苗 我们请宗教各个团体 就请他暂时休息等打完两剂 然后在14天以后 然后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再来我们必须要大家一起来防止聚集群聚等等相关的这些场所 所以跟活动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拜托大家停办容易聚集拥挤的人潮 而且难以维持社交距离的这些相关的集会活动 譬如抢头香 这个是很难去保持社交距离的 还有我们相关的绕境游行 抢春牛等等 我们是举例 类似的这些也拜托大家 在我们这个春节期间 我们来停止举办 然后另外呢 参与人数如果超过500个人以上的宗教集会活动 我要拜托要提报防疫计划 并且经过举办地区的地方政府同意后 再来办理 这一点请大家一起来配合 另外民众在点光明灯要捐款 要解签师 我们都很欢迎 不过解签师要特别注意 等一下会有一个向大家来做说明的 那我们点光明灯捐款 必须维持四面1.5公尺 四面1公尺的社交距离 所以请宗教团体在地面 来贴示标示排队的站立点 另外就是我要提到的 我们希望宗教团体来禁止提供 签筒公盘等等的器具 当然我曾经看过有人自备 因为外面也有卖那个自备的 那你如果自备我们不禁止 但是你如果是公庙 大家公用的 我们建议这个时候 不要提供 另外我们有习惯要拌杯 如果提供拌杯的 那就请一定要派专人 在民众使用的前后 要每一次都要喷洒酒精来消毒 如果你没有办法派人 拌杯的这个杯 没有办法派人在那边消毒等等的话 那请您就不要让参拜的人拌杯 我们就不要拌杯 那当然我们也建议民众自备以上的祭祀器具 我曾经看过我们阿公阿嬷自己带 带他拌杯的自己带去 那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各个宗教团体 其实您也可以去想一想 有一些您的创意的产品 创意的商品 也可以当做拌杯的这个 也可以去做相关的设计 那在这里当然我们 造成了民众的不便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但是为了我们防疫的需要 我们必须关关难过 关关过 我们民众大家一起配合 我们一定能够在指挥官的指挥之下 我们平安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在这里内政部特别来拜托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